大家好 我是 Leo 今天和大家走由天水圍的林坑山 去到樓浮山 途中会经过樓浮山近期大热的打卡餐厅 吃过精致的下午茶 之后我们再去海边看夕阳 准备好我们现在就出发啦 在出发之前记得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最重要就是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首先我们看一看地图 我们由天行站轻铁站出发 经过天窄商场 走过天桥 会经过天影径 转入天月路的转弯位 在天月路会有上山的入口 我们先上天水圍山 再去林坑山 最后经禅逢钥 沙江圍仔 之后一条直路走到楼浮山 全程大概4.4公里 如果以正常的速度 大概2个小时就可以完成全程啦 我当天在天水圍站 E3聚星流出口出 落扶手电梯 去到706轻铁站 之后踏到天行站下车 向车面的方向走 会经过街市 那对面码路就是天窄商场 在商场里面有洗手间等等 亦都可以做一些补给 因为一离开了商场之后 就要去到楼浮山 才有洗手间和补给的地方 在天窄商场旁边的天桥 可以走到天影径 落了天桥之后 会经过天影径 转入天月路的转弯位 由于在天月路一直向前走 由于都很近马路 所以我们进去防撞栏里面 就会比较安全 途径第一个路口是封了的 我们要继续向前走 好了 我们看到第二个路口 这条就是上山的 会经过第二个路口 在入口的地方有一棵树 钉上了一块T590的过膠片 在入口会有一个大石灯 和一块围板 在这里进去就对了 经过一大大空地 继续向前走 就会去到入口 我们开始上山了 我头顶那里有很多滑翔机 愚愚愚愚愚愚 上到来会有两个分岔路口 那我就向左手边 林坑山和天水围山这一带 都是八家路 很多分岔路也没有明显的自舍海 天水围山和林坑山 可以说是天水围区居民的神运山径 上林坑山的路 有一些车胎拐材 方便上山 今迄时间都会秋通行山的季节 将会走更加多山 比夏天更加積極 但其实都多了行山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 上山或下山時 膝壁关节都会受到压力 平时生活活动上楼梯 都会拿损损了膝壁关节 如果當膝關節出現痛楚 身體已經對我們發出信號 我們可以飲用水一寶關節科技奶粉 他們是真正全港銷售銷量No.1 懂得選一定選他 他們的專業醫學配方 連骨科醫生都誠意推薦 添加七大強化修補關節元素 葡萄糖胺、軟骨素、有機瘤 和骨膠原有助修復退化關節軟骨 添加鈣質、強化關節同時 亦補充鈣質、修護骨落 針對關節退化 產品獲得FLC用家調查報告 證實90%有效改善關節痛 是香港醫學會認證產品 醫學級數成份 很多專業運動員都有飲用 接下來的12月14日 更加有萬寧出位價優惠 詳情可以參考水一寶的官方網頁 上來會有兩個分岔路口 面向深圳的右手邊 就是上天水圍山 80米高左右 而我們左手邊就是林坑山 75米 我們可以走到天水圍山 看一看外面的風景之後 再回來林坑山 再到樓房山 去到天水圍山附近 見到一隊無形四驅車隊 曾經都在繼山見到他們出巡 車友應該是經常來到這附近 聚一聚放車 天水圍山海拔82米 對面是觀音山 在天水圍山有個好可愛的標高柱 由天宅商場走到來 都是大約30分鐘左右 天水圍山和林坑山 可以說是一個較冷門的行山點 雖然山勢不高 但是看到風景也很開陽 上來可以看到無敵海景 遠跳後海灣 由於這裏近西邊 日落時分來到這裏看夕陽 是非常漂亮的 對面就是養豪牆 香港的西岸對出的海面 是一個鹹淡水交匯的淺灘 這一種水質很適合蠔旁生長 其實劉浮山養豪已經有一個很長的歷史 可以追溯到清朝的江水年間 以前的養豪需要在近岸淺灘裡種蠔田 什麼叫種蠔呢 就是將一些石頭、啞片、蠔殼 好像插秧一樣 樹立一些枝水泥柱 將蠔苗依附在上面 讓牠們吸食浮由生物而成長 但是在水退的時候 牠們就吃不到東西 所以當時的蠔就長得很慢 要養成4年才可以修成 但是從90年代起 陸續改成蠔牌養蠔 蠔牌浮在水面 垂直釣著一串串的蠔 由於水深流急 水裏面的浮游生物 不停就餵蠔輸送食物 所以兩三年左右就可以修成了 探了這個天素維山 向這個左手邊 向林坑山進發 林坑山這邊的土質比較鬆散 有點像元朗的井坑山 或者青山福地一帶的流沙碎石 當然沒有青山福地那邊那麼難走 但是來這裡也要穿一對 找地良好的閒山鞋 來到這個分岔路口 向左手邊就會去到林坑山的標高柱 右手邊就是去到一個小平台 我們先向右手邊走 一會兒回來這邊的標高柱 上來標高柱 這裏海拔75米 上去林坑山 可以打卡 因為上年來的時候 都沒有經過林坑山武打 在這裏看過 就是看到流河山 深圳一帶的風景 前面看到的是雲浮仙館 建於80年代 是一所供奉神仙的道觀 裡面也安放了些仙人骨灰 和長身綠椅 看看這裏的流沙碎石 如果在標高柱方向下山的話 這裏比較斜和滑腳 除了地質之外 這裏都可以說是一個小型迷宮 因為這裏有很多擅自開狠的農地 和小路 很容易就會令人走錯方向 最好就有熟人帶著 那就不要那麼容易迷路了 山都有點滑腳 有點像青山福地 流沙碎石 要小心點 我們初時都走錯了方向 需要回到剛才下來的地方 再找路下去 幸好就是這裏地方不算很大 很快就可以找到落山的路 在前面碰碰撞撞 終於出來這裏 因為始終天水圍山這裏 都是八家路 我們終於走出來一個大路了 由這裏開始 基本上都是平路 可以走到流浮山 在這裏開始 我們在這個方向轉左手邊 來到善鳳鵝 向沙江圍仔方向 靠左邊走 這裏真的比較難滿的行山路 最近都是一些幫忙的田野 這裏的草山道好像人那麼高 在這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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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沖涼的感覺 在這裏拍照 看看 在圍牆裏面 其實是一些先人的福地 我們抱著平常心 快快脆脆走過這裏 來到這個路口 向右手邊走 向著沙江圍仔方向 這條路滿地落葉 感覺到很有秋天氣息 步驟四 大家做自己的事 經過了這段路 很快便會到沙江圍附近 我們這裏就是沙江圍 我們要穿過沙江圍 走多一公里便回到流浮山 如果大家來到沙江圍 其實已經可以乘車去元朗 或者天水圍 但如果未夠後 我們再撒入流浮山 我們向前走幾百米便到了 一直走 我們便到達流浮山 望著流浮山這個牌 我們向右邊走 會到達更多出名的打卡餐廳 神話屋 這個藍白色的希列風外場 已經令人非常好奇 裏面是一間點的餐廳 由於我去的當時臨近萬聖節 所以這裏佈置了很多萬聖節的裝飾 和特別推出了萬聖節的咸茶套餐 而我亦點了莫里花綠茶 這個是牛關菌撻 腐乳背殼蛋糕 它很有趣 它有點像 它說是腐乳的蛋糕 我覺得它有點像 藍煙味的蛋糕 好像我們吃的雞仔餅 我覺得它是軟身一點 完美鬆餅 提供了果醬 和特製的牛油 這個是檸檬青蘋果果撻 裡面有些蘋果粒 味道也頂清新 這個是萬聖節特有的白巧克力眼球 而这个南瓜是特农朱古力加白香果 味道是酸酸甜甜 这个Tea Set连两个饮品加一 买单总共是625元 老实说这个价钱是比较略贵 但是就满足了我对这间餐厅的好奇心 离开打卡的餐厅之后 我们深入楼浮山 很多人都会利用这条楼浮山正街 走到楼浮山的海边 但是当日有几个旅行团 同一时间来到楼浮山这里 刚刚集中有几个旅行团 同一时间在那边购物 我们都迫不了进去 有另一条路可以进去近海边的地方 大部分的游客都会经过楼浮山的正大街 走到海旁的位置 但是由于人流太多 所以我们在深湾路再走几十米 旁边有一条叫做球南街 可以走到尾再转进去楼浮山海旁 这里人流较少 而且道路都很宽阔 有一种像大澳的渔村风情 这里和刚刚那里肯定是天渊之别 来到这里再转进去楼浮山正大街 这样就可以避免刚才聚集的人群 在这里可以见到摊档开蚝壳 我们走向海旁较少人的位置 这里有一小片的红树林 还有更加接近楼浮山的红牌 由于当时已经潮漲 海鸟也提早在红树林里休息 如果挑战的红树林里休息 并住户进去楼浮山 翁林里休息 在楼浮山,海水的红树林里休息 上海时,现在在在南档开蚝壮地 去到南档开蚝壮地 已经在北档开蚝壮地 去到南档开蚝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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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聚集了在樓浮山最邊的海磅位置 當我走近紅樹林時發現原來地上全部都是蠔河 在這裏看了夕陽感就非常圓滿 我們回到樓浮山正大家的入口 有巴士可以回到天水圍或元朗 今天的旅程難度不高 風景也很不錯 但是要注意圖中沒有指示牌 需要配合地圖 最好有熟人帶路 那就沒那麼容易迷路了 今天的行程難度是一顆半星 推介指數就是三顆星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裏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點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最重要是留言和分享給朋友 按下我小鈴鐺 當有新片出的時候 就會第一時間通知大家 約定你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